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是借座上回 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洪水化石跟末日 所以这个是第二讲 那么是恐龙与泛舟 首先我想我们对恐龙有很多的迷思 那我想就是因为世界的教育给我们不同的教导 还有世界的教育也给我们一些的假设 在上回跟大家分享的内谈的信息里面 我们说过我们科学家往往有的假设还是一个猜测 因此我们知道也还没有答案 他们还在找更多的证据来证明他们的假设 这也是一个迷思 因为还没有准确的答案 圣经它不是一个假设 圣经它是一个发生过的历史 历史是已经发生了 然后我们现在去找证据来证明已经发生的历史 所以两者都在寻找证据 哪一个比较像神话呢 历史已经发生了 如果是真的 那它就不是神话 如果是假设的话 它如果没有应验的话 你继续坚持下去的话 那么它就是迷信 因此我们常常讲 什么是迷信 或许科学有时候也是有一点迷信 因为有些地方 特别是你没有肯定把握的 把它成为那是把握的 那这本身呢 我们知道就是呢 假设的错误 我不是说每个错误都是错的 但是好惨 假设没有当时候就即刻 是一定是这个对的 所以好些的假设呢 恐怕是一个错误 如果我们假设一开始是错误的话呢 往着这个方向走下去的话呢 大家想一想 那个结果呢是什么 很自然的 那个结果就跟前面的假的假设 那么产生了这个错误的后果 那这个是基本的逻辑 很多年前 我的孙 最大的孙 他呢 还牙牙血雨的时候 我很记得在一次崇拜后 儿童崇拜呢 通常呢 都很 那小朋友们得到开心的时候 就会给他们糕点啊 饼干啊 这个糖果啦 那么鼓励他们 那么那天 崇拜完后呢 我就到幼儿市呢 抱我的这个孙 那抱的时候呢 刚好呢 又是这个长辈们的 一个茶点的时间 所以我就抱着他们 长辈们又请我进去喝茶点 然后呢 我的孙就一直跟我讲一句话 我的Globop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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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 哪里有Globop 我看来看去都没有Globop的 但是呢 他呢 就很无奈 那么就 可以说很失望 因为我没有为他 看到他的Globop 因为那个时候 我说过了 儿童崇拜里面有分 谈过 所以他跟我讲Globop 所以呢 我一边在吃 这个喝茶点的时候呢 他还是不换过那个Globop 所以他一直呢 讲得不清楚的 说Globop Globop 哎呀 我跟他弄得很无奈 他也跟我 看我也很无奈 因为我们都找不到Globop 后来呢 终于发现到了 他要的不是Globop 那么其实他讲得很清楚 是我的假设里面呢 我的童年呢 给我的了解呢 的假设是错的 是什么呢 因为我脑袋里面 最有印象的是Globop 不过呢 其实他一直跟我讲说 不是Globop 记得我刚才说过 然后他说牙牙学语 他说的是Lalipop 大家知道Globop跟Lalipop 有什么不同啊 我们知道Globop呢 就是霞饼 Lalipop的就是棒棒糖 你上去晚查一下 Lalipop 就是棒棒糖 他是讲对了 不过呢 当他讲的时候呢 我的脑袋的字典 跑出来呢 不是Lalipop 我的脑袋出来的是Globop 所以呢 难怪我一直找不到Globop 为什么 因为我的出发点已经错了 我一定找不到的 后来我发现 原来我抱他的时候 他已经把Lalipop 换在我的手中 然后呢 因为我这样抱着他 他也看不到那个Lalipop 所以我一边拿着Lalipop 去找Globop 各位能够找得到吗 永远都找不到 为什么 因为我的出发点已经错了 我要讲这个简单的例子 告诉大家 也许呢 我们已经被世界的一些的思维 没有经过很好 真正的证明呢 已经深深挪在我们脑袋里面 然后我们就找着那个方向 我们认为那是对的 那是对的 然后如果你坚持一定认为是对的 而不愿意带着开放的思想 去探讨的话呢 对不起 我们的绝据就是 好像我刚才面对的问题 就是呢 我就非常的无奈 然后呢 希望有答案的人会失望 这是一定的绝据的 但后来呢 我发现原来他要的是Lalipop的时候呢 我拿下来 我立刻看到他好开心 他找的就是那个Lalipop 那个棒棒糖 所以今天呢 也是一样 我们要回去看圣经里面 关于翻舟洪水 然后我们也谈了 关于呢 这个恐龙 那我们呢 为什么不觉得 恐龙能够跟圣经连在一起呢 又是假设出了问题 因为我们想法是 好像这两者是没有关系的 不是的 我们知道圣经呢 是有讲恐龙 当然因为我们把恐龙的时间 花到很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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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讲呢 就是六千八百万年前 五千万年 所以这样一讲呢 好像跟圣经呢 没有关系了 因为圣经记载的历史里面 只有六千年 那么好像呢 那是另外一个科学东西 我们圣经呢 是这个没有意思的 那么有点神话了 在里面 气质不难 那我们回去看科学的假设 恐龙今天不在了 那也是个事实 这个我们可以证明 恐龙不在了 不过我听过 苏斐云 这个医生呢 曾经在我们教会讲过一堂道 他呢 比较乐观一点 他说很难讲 很难讲 有一天搞不好 我们在某一个 没有去过的岛上面 找到一只那只 所以 不知道可能不可能 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 我们确实没有看到活的 这个恐龙 好了 科学家当然一定要给一个 合理的理由 为什么这么大的一个 恐龙的存在呢 竟然在这个世界上呢 消灭 而且他们呢 后来能够看到 他们的存在 是因为我们的画室里面 看到恐龙 实际活着的 我们是没有看过的 那么因此呢 他们就有很多很多的假设 如果会消灭 一定是一次的 很大很大的灾难呢 让这个恐龙呢 灭绝的 所以大半的科学家 没有办法证明 只能够说 应该是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 全球性的灾难呢 应该是那个陨石 从外太空 打到这个地球以后呢 改变了整个地球 所以呢 这些 巨大动物呢 像恐龙这样呢 就死完了 那当然除了陨石之外 不一定是陨石 可能是小行星 那么这两个东西呢 可能攻击 这个 弄到这个地球的时候呢 这些的恐龙呢 就灭绝了 那也因为这个缘故 到今天呢 人们非常相信这个假设 好像已经成为真理了 是吗 是真理吗 我说过那是个假设 你的还没有报道去证明 恐龙的灭绝 是因为这个原因 而且你知道 只有这个原因 这是一种迷思 甚至是一种迷信 因为迷信是 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 你把它变成是存在的 那么 到前不久 不到一个月前 我们知道呢 有些人可能有看到 这一个短短的短片 最近呢 我们知道 世界呢 很热地谈 global warming 就是我们这个 气候的改变 大家很忧心 因为呢 你看 中国的洪涝啊 阿玛森的那个 森林被烧啊 澳大利亚 去年也是烧得很厉害啊 我们说这个地球呢 出状况了 当然呢 是因为我们 这个排放的 这个二氧化碳太厉害了 所以呢 大家都非常关注 那么 今年开特别多会 大的国家开会 小的国家的峰会 然后 当然联合国不例外 联合国也开会 所以联合国 为了开这次会议呢 有人就拍了一个短片 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唤醒 大家呢 能够对这个地球的关心 不然的话呢 我们人类就自我毁灭了 所以他们这个短片里面 就演那个联合国开会的时候呢 忽然间那个门开了 一只恐龙走进来 这个是影片来的 他走出来 然后呢 那个恐龙就上台去 然后呢 站在那里很凶地看着大家 我在这里警告大家 我们曾经毁灭 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因为呢 地球的 这个气候改变了 如果人类啊 你们现在没有做一点事情啊 你们将跟我们一样毁灭 哇 这广告看了呢 就告诉我们 因为呢 从前他曾经面对过的 如今也是一样的 我们看到呢 这种是从科学的假设里面 出现了一套影片 这样子 但是真正的恐龙的灭绝 只有一种吗 到底恐龙灭绝是 是什么造成的 好 今天呢 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 跟人来讲 恐龙是怎么灭绝的 那么就是圣经的版本 圣经的版本 那么我们首先呢 先看看一下 神也没有创造恐龙 各位 你的答案是什么 神也没有创造恐龙 那在我们所看的图案里面 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呢 好像那些图案里面 都没有恐龙的 那今天我找了很久 找到一张 不错 里面都是恐龙 亚当 夏娃在那里 欣赏那个恐龙 那如果从圣经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我们知道 恐龙肯定是上帝所创造的 因为圣经 虽然没有恐龙肯定是上帝所创造的 虽然没有恐龙这个字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神造野兽 各从其类 万物 刚才我们领唱给我们领的那首歌 然后万物都从祂而来 所以没有一个有呼吸 有血肉的东西 不是上帝所创造的 我们要相信圣经所说的 神是创造的主宰 神造万物 而且更造其类 只是圣经没有把这个字 换在里面 不代表呢 不代表没有恐龙 这种动物存在在神的创造里面 我举一个例子 基督徒有看圣经的 你自己也拿一本圣经来看 你把整本圣经看完 你发现呢 里面没有猫 没有猫这个动物在这个圣经里面 有吗 你们曾经读经 读到现在也没有读过猫 对不起 爱猫的人 你会很失望的 在圣经里面找不到猫 有三个字猫有出现过 你去查你的手机 不要了 现在不要看 你专心听我讲道 相信我说的 你去搜一下 整本圣经的 有三次猫的字出现 对不起 不是猫 是猫头鹰 所以圣经没有讲到猫 那么是不是圣经 没有讲到猫呢 所以因此没有猫呢 没有啊 今天猫还是走来走去 对不对 所以当圣经没有说恐龙的时候呢 并不代表是没有恐龙的存在 所以我们知道呢 恐龙是存在的 因为圣经呢 有别的地方 让我们看见呢 圣经实际上呢 有描述 关于恐龙的事情 只是问题在哪里 那我们的都是考居 对不对 我们考居回去 科学家认定的恐龙的开始的概念呢 其实是很晚的 恐龙没有从人类一开始的时候呢 就恐龙这个字就出现了的 实际上呢 恐龙这个字在历史里面 出现在我们字典里面 是非常非常晚的 是在1841年 很容易记 世界大战呢 是1941年 倒退回去100年而已 那我们知道离开我们不太远 恐龙这个字呢 是由一个 这个人叫做查理德欧文呢 他在1941年时候呢 他发出发明这个字 基本呢 他是从那个 Dinos 是一个恐怖的形容 然后呢 Soros 的一种的西意 大致的Lizard 那么因为这样的一种想法 当然那个时候出现了 这么晚出现了 因为是比较后期 比较多考古 能挖到呢 这些骨头 然后把它组合起来 大家就觉得 这个不是普通 我们在 眼前看到的 世界里面的动物 都有的 所以他们终于呢 就发明了这个字 叫做Dinosaurus 今天我们有的这个字也 那第3的圣经呢 我们知道远比1841年前就有了 对不对 所以圣经里面呢 怎么可能有那个时候 1841年之后的 这个 这个字出现呢 最早 圣经翻译成为英文的版本的时候呢 是1611年 那你知道呢 恐龙这个字呢 是到这个1841年 中间相隔了230年 所以呢 如果当时候 恐龙这个字已经出现的话呢 那1611年的时候 应该这个字就出现在圣经里面了 但是不代表 圣经里面呢 没有恐龙这个字 有的 那么我们就翻翻几处 来看呢 那里圣经里面的 这个恐龙的形容 圣经里面弄到恐龙呢 诗篇七次 诗篇第43节呢 就有提到恐龙 但是我说过了 因为当时候没有这个字可以用 所以呢 就形容为大鱼 大鱼 那么在新一本呢 又比较高 先靠近我们的这个版本呢 那么就 就把这个字呢 就翻译得更清楚一点点 就是海中的怪兽 那么 这个Sea Monster 如果你看这个英文的 你就知道 这个不是普通的东西来来了 圣经换在这里 那么 那我们今天看看 其实恐龙的种类很多 其中一种的恐龙呢 其实是在海里的 所以圣经里面呢 有提到这样的一种的 海里的Monster 海里的这个怪兽 怪兽就是从来没有看过的 那么一定是很庞大的 而且是很可怕的 而且需要呢 被打破的 这种的形容在里面 那今天呢 我们知道呢 在这个画室里面 他们可以组合出 我们这样的一个图画 说这些呢 是海里面的 一种叫做蛇像龙 它的颈呢 很长 所以呢 有点像是snack 所以后来变dragon 那么这个真的形容 那么还有另外一种 很凶的 叫做刻柔龙 我不知道为什么柔 应该一点都不柔 那么这个呢 是海里的 这样子 那么更大更大的明显 大半的解经家 觉得没有别的地方 可以这样下结论的呢 指着下面这段经文 是记载呢 恐龙的存在 那么就是记载在 这个叶布记里面 叶布看过恐龙 因为上帝带他去看恐龙 叶布是什么时代的人呢 我们知道是 亚伯拉罕 以撒 亚格 以撒后产生以东 那么我们知道呢 这个叶布是以东的 那里的人 所以呢 他 他敬畏神 所以神呢 在苦难里面 神重新呢 让他呢 去看一看 当时有存在的 一种动物 叫做恐龙 但是那个时候 没有这个名称 而是什么呢 这里呢 那时候翻译不出来 因为找不到这个字嘛 所以翻译成 河马 当然呢 我们就是因为 翻译不够 所以我们呢 永远都 读叶布记的时候呢 我们就认为呢 神带到 带那个叶布呢 去看 河马 但是 这是一个名称 实际在原来的文字里面 不是这样子的 不是河马 那么是 Baham 那个这个Baham 到底是什么呢 大家看了以后呢 觉得 下面的形容词 比较像是 那个河马 所以早期的翻译呢 就把它翻译成 河马 因为你看 它会吃草如牛 凄立在它的腰 你说河马的 那个腰是很大的 那么力量呢 在它赌腹的 这个筋上 好了 那你知道 在形容下去的时候呢 下面就不对了 河马呢 它的尾巴不像这个 它摇动的 这个尾巴呢 如香婆树 那么这个香婆树 是什么呢 大家 如果看英文 就是Cita Cita是什么呢 很大棵的圣诞树 我们比较明白的 就是那个松树 松树是尖尖的 因为尾巴也是尖尖的 所以是一个 很大的尾巴 意思是说 这只动物的尾巴 是很大的 那么 那么哪几只动物呢 独子很大 力量很大 在它的这个 这个肚腹呢 想来想去 大象 肚子很大 那么力很大 河马也是 它的肚子大 力量也在它的肚子那里 那我们看看 这两种动物的尾巴 是怎么样的 我们知道呢 这两种动物的尾巴呢 你看这个是 这个大象的尾巴 像不像一个圣诞树啊 不像 一点都不像 再看看那个河马呢 更糟糕 我看 我看巨花差不多 它的那个尾巴 所以完全不是 叶巴基这里的 Promon的那个形容词 我们知道呢 不对称 如果一只河马呢 有一条尾巴像 圣诞树那么大的话呢 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那个河马是走不动的 对不对 我们如果看大象呢 有一条这么大的尾巴的话呢 我看不可以叫大象了 应该叫大尾巴象 对不对 但我们知道这两个都不对称 最后的对称是什么 太开心了 恐龙 恐龙的尾巴呢 今天我们看到的图案 从画室里面 我们也确实看到那个尾巴呢 完全能够松立起来 变成一棵松树 变成一个 这里所说的香白树 这样子 那么 所以这里呢 我们知道 其实就是形容是恐龙来的 所以这是 然后下来呢 我们也知道呢 当大家看叶伯记的时候 其实上帝让叶伯看最大的动物呢 其实叶伯要 叶伯 上帝要叶伯建立他的信心 这么大的动物都是我传造的 你叶伯的问题 在我的手中难道不能解决吗 所以神没有告诉他说 我要解决你的问题 你先相信我这是重点 所以神带叶伯去看那个恐龙 下面又是恐龙的主类 因为下面还有呢 一次呢 形容呢 就是那个 Liviatan 这个字眼呢 我们那时候 没有办法翻译 这个字眼 所以英文就直接用这个字 因为他们不想用 阿里格托 还是用那个 Crocodile 那我们中文呢 很难翻译 因为讲一种动物 大家不知道的话呢 我们怎么读圣经呢 就讲它是鳄鱼啦 所以呢 我们的翻译是鳄鱼 但是你看看下面的时候呢 我的天哪里是鳄鱼 对不对 这里说 从它口中发出烧着的火把 然后呢 有火焰从它口中发出 那我知道大家心里面 脑袋里面在想什么了 又有点神话了 我们看电影里面 一直的飞来的那个火龙 然后呢 火从那个龙的口中 哇 风出来 对不对 我们很喜欢看这种电影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说 你看 圣经果然是讲神话 你看到没有 不是神话 哪里不是神话 那这又是我们的见识 不够 为什么呢 因为有时候呢 我们是坐井观天 陈明臣牧师曾经用过这个字眼 我喜欢啊 坐井观天 那么我们天永远都是那个炎的 我们永远呢 不能够突破那个我们的视野 我们的思维 限制了我们的理解 所以呢 我们其实呢 是少见多怪 因为很少看到这样的动物 会碰火的 所以我们认为 世界上是不可能有碰火的动物 承认吗 今天我们没有看到碰火的动物 但实际上呢 如果上帝是上帝的话呢 上帝要造一个动物给碰火 可以吗 当然你说 那又是神话了 牧师 我不想你跟我讲这么多东西 因为那个是我科学里面不能接受的 其实你这样讲话是不科学的 因为我们在世界上呢 确实拍到呢 你看右手边那只蛇 这是在 Quora Digest 还是十月五号的时候 上帝知道我又预备这篇整章啊 哇 突然间我的Yahoo的email里面出现 因为我有订这个Quora Digest 他说有一种蛇 给他们拍到呢 会碰火的 哇 我说太好了 我要讲这篇道 上帝就送一只蛇来 来碰一下火 来拍了相片呢 给大家看 那么是在五月 十月五号时候呢 提到 好 当然 后来又解释 我很详细去看这篇文章的时候呢 说到他 蛇呢 有时候呢 因为吃了很多的那个 这个动物的时候呢 蛇里面的肚子呢 会产生一种的 这个 像煤气的那种 methane 出现 那他本身也不会着火的 因为他嘴巴没有打火机 但是呢 可能在某一个地方 有spark的时候呢 他刚好遇到的时候呢 就变成火了 这样子 你说牧师 那个是碰巧 碰巧 但是起码这张鲜片是存在的 对不对 那我说过了 因为我们这个时候 没有机会看到火的恐龙鸟 那么可能某一些恐龙呢 确实呢 里面也有methane 那个煤气 那煤气是有存在的 因为你看到这里呢 有火这个喷出来 再说 我们看到 不要说那么远了 小小的动物呢 其实有很多呢 你没有想到的 因为我们少见多怪 我告诉你 有一种的 这个家虫啊 叫做bombatir bombat 就是会用炸弹 来炸你的那种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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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家虫 千万不要遇到它 遇到它 你就麻烦了 好像这种 我们这一代是没有 大家喜欢 你可以书这个 去你的YouTube里面呢 太多太多 这个虫的表演了 看它们怎么样的 从它的身体里面 碰出一种的 这个 一体呢 跟那个气呢 出来呢 就不得了的 那么这个呢 它喷出来的时候 因为有动物呢 来攻击它的时候呢 它就会碰出一种 保护自己的武器 然后叫做 这个bombatir 就是把它喷出来的 你知道温度多少吗 它喷出来的那个温度 是等同呢 这个摄氏 centigrade 一百度 一百度的温度 那这个没有好否定的 科学可以告诉你 真的是一百度 它们花很多时间去研究 为什么一只动物 能够在它的身体里面呢 碰出一种的 那个一体的东西的时候呢 它产生出来的温度 是一百度 一百度是什么 什么概念 鸡蛋都熟了 对不对 你试试看 一百度 你的手是怎么样的 手也会熟掉的 告诉你 这样子 那为什么 自己没有被烧掉呢 那这里面太奇妙了 因为后来我也花点时间 去研究 原来里面 它有两个的这个 那个男 就是那个glam 在里面 专不同的chemical 所以很厉害的化学家 这个 那么两个呢 那个一个是 那个叫做氧 然后呢 另外一个呢 叫做呢 对本二配 把这两个 一碰在一起的时候呢 它就变成本混 听不懂就算了 因为我们就不知道 什么是化学 对不对 那么为了让大家知道 里面是什么 而且真实的话呢 这两个 化学的东西 碰在一起的时候呢 它inited 它就爆掉的时候呢 它突一生出来的时候呢 那就是一百度 那么如果上帝能够在一只的架虫上面做这个小小的工作的话呢 那么恐龙难道神做不到吗 各位 因为这样一来 圣经里面所说的月白剧 并不是神话了 神这么小的动物 都可以让它的温度能够到一百度 那再讲一种动物 这个呢 叫做Electric U 叫做电慢 还好 我们这里没有 亚优优独播 那会有很多新闻的 那么基本上在南美洲很多 那么后来有发现很多的这个奇类 这个电慢 电慢的温 这个电有多大呢 我们先首先想一想 动物怎么会产生电呢 有时候我们去开门的时候 我们的手会好像给电呢 出道 对不对 一下子我们就 哎呀 那么断了 这个不是我们产生的电 而是自然里面 但是呢 我们仅然看到一只动物呢 它自己产生电 那么这种电呢 不是普通的电 如果你们去看Electric Mule 上去YouTube也是一样看到的 它能够本次呢 在很短的时间 碰上一条中型的鳄鱼呢 叫中型鳄鱼 能够全部瘫痪掉的 你知道它电量有多少 那不同种类 那么级别呢 就是它产生出来的那个电的能量呢 是从600ft到860ft 接着这两者之间的那个 那么我们就拿最高的那个Voltage 就是864的这个电流来讲的话呢 那等于多少呢 什么概念呢 各位我们家的插头呢 是多少的Volt 多少Volt 你从来都不想过这个 只是插头插进去就好了 对不对 230的Volt 那么如果是860的Volt 那就等于我们家的差不多4倍 如果家的插头 你都会被它出动的话 你会跳起来的话呢 请问4倍后呢 我告诉你怎么样 有人试过的 整个人飞起来 请问这支的电漫呢 怎么样在里面发动机 发到这么厉害呢 比我们Sesco还厉害呢 你能够回答吗 所以上帝有时候呢 会带我们去看看一下 你能够做得到吗 如果你做不到的话 你怎么还怀疑我呢 你做不到不代表我做不到 是不是 人间就摆在你眼前 看到呢 动物可以的是超过我们人类 可以能够想象的 所以呢 让我们再回去信任上帝 上帝呢 是绝对可以把它 举事在圣经里面 所讲的东西呢 其实是实在的 只是我们不够时间 或许还没有找出 更好的证据 但是从这里 那里一点点的证据呢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呢 历史里面所描述 或许所发生的事情呢 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只是我们缺了一份的信心 去相信这位上帝呢 能够行大事 我们不能够用我们的思想 来取代上帝 我们知道上帝的意念 高过人的意念 上帝的道路 是高过人的道路 好 那么如果恐龙 确实是存在的话呢 那我们呢 就要研究恐龙的 后来为什么 在这个世界上 活着的恐龙 是销身挪迹掉呢 那这呢 我们就有找出 圣经版本的 恐龙灭绝论 就是恐龙是什么时候 因为恐龙必须是一场 很大的灾难 如果大家还记得 我上一堂所讲的到 它才能够变成化石的 所以科学家 普遍支持的论点呢 就是隐石 外太空 因为地上没有可能 这么大的灾难 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外太空 带来这个地球的 产生的灾难呢 使这个恐龙 忽然间被埋葬 然后它们呢 就产生了这个化石 那么这个化石呢 今天遍布全世界呢 都可以找到恐龙的坟墓 一定是一次过的 这样子 但是这个大前提 我已经说过了 有它首先第一个的 这个弱点 这个科学的论点 弱点是什么呢 奇怪 这么大的一个灾难呢 只有恐龙死亡 然后其他小小动物啊 全部还爬来爬去 这个也是让我们很费解 大家明白 已经不太科学了 你要死吗 干嘛 只是死恐龙 应该通通都死到晚 所以他们的结论里面 还有很多的破绽 但是圣经的结论是什么呢 不是 不是外面来的陨石 不是外面来的行星 是什么 是洪水 洪水覆盖全球 一次过的大灾难 让恐龙带来了后来灭绝 还不知道 那时候还没有完全灭绝 我先告诉大家 那一场的洪水 确实对这个事迹 带来了很大很大的一个破坏 因为圣经说 神要审判那时候的人和地 注意看还加到一个字 地 不只只是人 地 也被审判的 所以那一次的大灾难 很大的灾难 水覆盖全球 我们就从这里 看圣经讲 恐龙确实有活到挪压的时代 所以今天 我们每次画图画的时候 找图画给小朋友的时候 你记得要把恐龙也画在里面 一般上我们都不把恐龙画在里面的 上帝如果传造万物 恐龙是存在在里面的 这样子 所以这张图片不错 下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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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就有 恐龙 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 恐龙进翻舟 好了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所以我们觉得说 这个又是圣经乱讲了 但是圣经讲清楚 凡有血气的 那么有气息的活物 请问恐龙会呼吸吗 除非是婉拒的 对不对 恐龙是有血有肉 然后会呼吸的 圣经说 一对一对的 那么到挪压那里 进入翻舟 那一对一对的 到挪压那里 意思说是上帝带领他们 不是挪压一对一对去找 上帝说 时候到了 我要用洪水 灭这个世界 那两只恐龙 你去找挪压 两只猫 去找挪压 是这样的 是上帝叫他们进来 见挪压 要挪压去找的话 挪压找不好 而且会找到不好的 上帝找的是 Best Quality的AAA 那么这个呢 就是圣经里面这么讲的 那我们相信圣经 因为圣经是上帝 所取释的 那我们呢 当然就遇到了 两个在我们脑袋里面 盘旋着的疑问 那么首先第一呢 就是呢 翻舟有多大 因为翻舟大与小呢 会假 我们想的思想错误的话呢 我们就觉得那是神话了 怎么可能翻舟能够挤进恐龙 所以我们就辅决了圣经 那你他还没有好好去研究 你就下结论了 这也不是坐井观天吗 对吗 用你的眼观来看 你自己都没有好好过研究的 但是我们好好去研究呢 翻舟是很大的 等一下我告诉大家 还有呢 翻舟可以有纳这么多活物吗 太欢谈了 那你没有好好读圣经 上帝写得很清楚的 完全的在 这本非常可靠 历史里面发生的 和启示到今天的 上帝自己的话语里面 翻舟有多大 你如果这几次看到呢 我们的海报呢 下面就是一艘翻舟 但是大家很不习惯 因为呢 这个不是我们想象的翻舟 我们想象的翻舟 都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觉得说 啊 很可爱 所以呢 我们从小 也教我们的孩子 翻舟很可爱的 你看 上面有长颈鹿啊 挪压在那个船的前面啊 所以呢 我们呢 就把那个翻舟呢 变成了 一个一杆那么大的 那个船吧 所以是这样的 所以呢 我们说 啊 你看 很多动物 给我们的图画说 非常拥挤 当然拥挤了 这么少 这么小只 怎么会不拥挤呢 对不对 所以我们呢 以后呢 就变成神话了 不可能的 当他长大以后 你看场景都这么大 我去动物园看的时候 老师讲的是错的 哦 老师讲的是错的是什么 圣经讲的是错的 糟糕了 我们教错圣经 圣经没有讲 翻舟是这么小只的 明白吗 翻舟有多大 你要照着圣经的版本 那我知道了 如果这样子 看着那一支翻舟的话呢 小朋友不会喜欢看 小朋友喜欢看的是这一支 但是我们也误导 我们的小朋友 等他们长大之后呢 可能是离开上帝的 其中一个原因 因为没有好好交代 翻舟是很大的 而且这个蓝图 是上帝给的 上一回我已经讲过了 现在再做一些的补充 我们知道翻舟有多大吗 我们知道呢 是514英尺 那么括呢 是85英尺 feet 我先讲高 这样我们表明明白 是50英尺 50英尺等于多少 好高好高啊 用我们标准的 这个房顶的 一楼一楼的算 大概用10厕来算吧 再多就是12厕 一般上的经济来说呢 就是10厕的话呢 那么就是五层楼那么高 光是一厕翻舟呢 比我们这里 这个堂会还高啊 我们的堂会 才三层楼啊 对不对 所有 本是一层 大概十厕左右 所以呢 你可以想象 单是高度本身 已经告诉我们 这艘船是很大的船来的 不是小船呢 一直到铁坛里呢 才追过它呢 人类历史这么久后啊 几千年后才有人 我们的船在世界上 追过翻舟的 所以你知道呢 这艘船呢 是又长又阔又高 那我们看看呢 如果再下去呢 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这个 用今天我们能够了解的 这个比较的话呢 那个太空梭挑战号 我们已经够大了 人要这样看那个 那个挑战号的 那么现在最新最新的资料呢 就是呢 这个火箭 就是马斯特 那么这个原发的 叫SpaceX 星际飞船呢 很高哦 他们叫做Super Heavy Booster 准备呢 要去振服火星的火箭 然后去要打很大条 又很高 那么也不过是394英尺 翻舟呢 马斯特还是输给它 你把它树立起来的话呢 是500 意思英尺 所以是很大很大的 那么有人呢 做个统计 如果用我们的火车里面的 集装箱来讲的话呢 能够在这艘船里面呢 放下500个集装箱 我想这样子就更有概念了 所以很多动物住在里面呢 每一个一个container 对不对 没有太大的困难 是吗 有些动物可以好几种 放在一个container里面 所以呢 500个集装箱 能够装得下在这一艘的 这个里面 好 那我们知道呢 神没有说所有动物进去 没有 神经讲得很清楚 哪一些呢 动物呢 可以这个进去 那我们看看这里 圣经怎么说 翻周可以有那多少的侯 圣经讲得很清楚 环游血肉的侯 飞鸟及空虫 那么这里提到三样的侯 不包括鱼 鱼需要进去吗 鱼不用呢 那外面那么多水 对吗 所以我们弄清楚 没有鱼啊 所以里面没有这个 这个什么 什么 鲸鱼啊 哇 鲸鱼进去有很大只 对不对 鱿鱼啊 都没有 因为那些都在海洋里面 所以 活物 飞鸟 跟空虫 就是这三种呢 有血气的 然后圣经特别形容 注意看 圣经说 可以流肿的 这里平常我们没有去注意到 能够流肿的话呢 圣经讲呢 那是神选到 神知道呢 哪一只不会怀孕 哪一只会怀孕 神懂的 当然呢 最会生孩子的是年轻一点 对吧 你不要选老老的啦 等下已经不能够了啦 对不对 所以呢 要因为你想 他一换出来的时候 要快快生孩子 最好是那种很会生孩子的 那么神知道 对不对 所以趁早结婚呢 不不 适合年龄结婚 不要太老 那么孩子也真的比较健康一点 对吗 所以这里呢 他是选的是年轻的 因为后面有一个原因 能活到全地上去 分布呢 生养众多 那就是圣经 citeria 选择的标准 进去的动物 还有经过检验的 就是呢 是可以留种的动物呢 是上帝所选的 然后呢 上帝不是让所有动物都进去的 上帝是按着分类来进去的 他们和百兽 各从其类 一些的生畜 各从其类 爬在地上的空虫 各从其类 注意看 重复又重复 各从其类 各从 所有的里面呢 类别里面呢 就类别里面 带出两对 所以猫 很多种类 在这个猫的 种和类里面 带两只猫 在很多狗的种类 一个 一个 一个狗的种类里面呢 在狗的种类 带两只狗 同样的 在恐龙里面 带两只 一公一母的进去 那我们看看一下 我们知道狗呢 你怎么样说来说去 它们都叫狗的 对不对 高的 长的 短的 拉长的 都是狗 对吗 所以它们叫做一类 所以神呢 只带一类的狗 这一类的狗 狗类里面 只带两只 你说 不行啊 你这样讲 又一点神话了 你看呢 怎么那两种的狗呢 然后那两只 我不知道 那个时候被选据 那两只是哪一种的 以后到我们现在 几千年下来以后呢 又变成 拉长狗啊 什么 哈利狗啊 什么狗啊 哈巴狗啊 不是 总是这么多的狗 这么像呢 我们知道 当它们出来之后呢 连病毒都会变种 哇 我们这次追那个病毒 追到惨了 变异 有没有 会的 那 对不起 诺亚的三个孩子 出来之后 诺亚生的 那个三个孩子 出来 我想 那个时候 应该是会长得像诺亚 跟他太太 对吗 但是诺亚传到今天以后呢 你发现 经过几千年 好几千年之后呢 你发现我们的人的皮肤颜色都变了 有没有 我前个礼拜还跟国际的一个会议里面开会 哇 我看到带领我们的那个主席是一个来自尼日利亚的医生 哇 好黑哦 黑到他如果没有开灯 我找不到他 对不对 才多少千年 你看到没有 人都变得这么黑 不要讲那个 那个 这个种类 猫啊 狗啊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呢 我们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我们知道 现在病毒的变异就让我们看到呢 环境会改变 人的肤色 人的长相 这样子 所以恐龙也是一样 那么他们呢 也是按照一类呢 被带进这个恐龙 好了 那么这样一来的时候呢 我们说恐龙够味嘛 那个进去那个泛舟 那又是一种错误的想法了 我们想到 哇 你看 博物馆里面 开玩笑 五层楼啊 都不太够啊 一只恐龙 那么大只 那你又是那一种呢 先错的思维 你给科学家带来的一种的误导性呢 认为说 神一定要带这么大只吗 是不是 我刚才也说过了 神可以带小只的嘛 对不对 那么圣经已经说过很清楚 神呢 是带这个 这个 是神把他带进去的 所以神会选 然后呢 可以留种 那么一定呢 是年轻的 比较小只的 小只呢 有好处 这里呢 我们看见他的好处在哪里呢 我们知道 这个小只呢 就是呢 他们的面积比较小 所以你看那边很可爱的 两只比较年轻的 他们又进帆舟了 所以那个老妈在那边说 孩子 放心 进入帆舟 再见了 这个就是很可爱的一个卡顿 就是呢 两只比较小的 然后跟其他动物呢 进到这个帆舟 那这些面积比较小 他们的体重也比较轻 然后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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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单 那个tun tun storage 能够足够 第二呢 他们吃的比较少 哇 你想想看 山翅那个 山翅上面那个 那个妈妈 哇 那个吃的吵很多 对不对 然后水 要那个挪鸭 去养太难了 对不对 所以呢 他们吃的会比较少 然后他们睡的比较多 年轻人 你们是睡的比较多吗 我知道我们长辈 睡的很少 对不对 所以他们睡的比较多 睡的比较多 也是吃的比较少 因为有一个理论 山翅也可以用的 然后就是呢 让动物呢 基本进入冬眠 所以少时时候醒过来 然后呢 他们呢 有足够粮食 过那360多天 以后呢 他们就出来了 这样子 然后当然呢 肯定呢 他们比较健康 那么第六呢 他们洪水后呢 寿命比较长 这是呢 我们可以知道的 所以根据这样的推测呢 用类 各按其类来分的话呢 那么算出来 就1399类 那么实际上 他们算过了 这一艘蜂蜂蜂呢 可以有6758只 动物货在里面的 所以换说说 如果1399 他许说1400的话呢 乘二也不够2800 所以里面空间 还是很多 他们可以走动的 我们知道呢 就是三地创造的 这个奇妙 然后蜂蜂 完全可以符合 因为三地知道 这个世界上 有多少类的动物 所以他已经造到 一个蜂蜂 安安火 干开 让他们里面 有空间 然后活着 一年多 他们就能出汉 这样的波 后来呢 神就用 覆盖 全世界 高过 这个西马来亚山的 洪水呢 掩盖了 就全世界 所有的活物都死了 那么 那时候 犯罪的人类 他们有恶的行为 这么讲呢 全部被除灭 其实我们的世界 现在已经走近了 我们的行为 是非常邪恶的 我自己看了 越来越恐怖 我们这个世界 所以呢 几乎是没有回头路了 所以为什么 耶稣呢 上一讲我讲 挪压范州 在提醒我们 时候不多了 因为神曾经 在历史里面 已经警告过你一次了 现在第二次警告你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们知道呢 这个洪水呢 就爆发了 那么大家一样还在说 世界上哪里有那么多水 记得吗 我上回跟大家分享 不是靠雨水 雨水是不够的 神经说地下 大渊的泉源 全部掠开 然后呢 水从地底下 喷上来 然后呢 这就掩盖了 有人说 又乱来了 科学家怎么有可能 有那么多水在地下 为了这个缘故呢 你看我又花了一点时间 去做研究 上帝让我找到这一笔 那挺好的 地下到底有没有那么多水 那么能够覆盖到 喜马拉雅山呢 科学家终于呢 也发现到了 那么一个叫 Steve Jacobson 那么他花了很多时间研究呢 后来发现在那个 我们的地层的 最下面的 大概400这个英里呢 大概600这个公里的底下呢 原来有一层的水 但是他那个水的形状 不是我们的这种的水 里面可能是一种蒸汽啊 因为很热在底下 那么这些水呢 全部加完起来 超过海洋的水的三倍 所以上帝如果在下面 稍微整一下 喷一下 全部上来的话呢 肯定可以盖的 做完那个审判以后 上帝说回家 全部回去了 现在呢 又回到底下去了 所以科学可以证明了 现在 好了 现在我们不够技术嘛 对不对 以前不够技术嘛 我们不相信这些话 但是现在你不得不相信了 底下的水 比我们现在海洋的水 多三倍 那么比海洋的水多三倍 其实水呢 比地球呢 里面的高度呢 比喜马拉雅山还高 下面的水 水加上这个水呢 当然就可以覆盖这个了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 过这一场的大灾难呢 我们就看到了 恐龙第一次的灭亡呢 是在这个 覆盖过全球的 然后这个 这个 掩盖过全球的 这个洪水呢 造成呢 恐龙的 早期的 然后这一个 我们说的那个 化石的产生 所以呢 这是圣经的 这是圣经的解释 圣经的角度呢 我们 我们去做这个考究 这样子 所以全球 数十亿死去的活物呢 被洪水 淹埋在 这个 盐层里面 所以后来大家 才发现到这个 但是呢 记得哦 神还有留两只恐龙 两只恐龙 进到那个 翻舟 后来呢 我们知道呢 这些 这个 这个恐龙还活到 一段时间后才灭绝的 所以 动物有灭绝的 对不对 今天我们 很小心 保护着我们的熊猫 因为很怕它会灭种 依然呢 其实已经 从挪亚时代到现在呢 都是人管得不好 管到它们呢 给管死掉了 这样子 所以我们也看看呢 那时候恐龙呢 其实呢 还是有存在的 然后下来一段时间 那么什么时候恐龙呢 这个灭绝呢 等下我才说 我要说的是呢 恐龙没有你所想象的 那么 那么老 我们还很近代 可以看到 很年轻的恐龙 还存在在我们这个 我刚才说过了 挪亚过后呢 恐龙还存在的 因为呢 挪亚生了 上海雅夫 上海雅夫后呢 逐渐巴别塔那列 下来呢 就到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才生以撒 以撒才生 这个以撒的后代呢 出现了我们所谓的叶坝 所以到叶坝时候 还有恐龙 你就知道呢 蛮年轻的 对不对 这样差不多是 四千年五千年吧了 还有恐龙 所以我们可以找到 近代的恐龙的 一些的痕迹 你说有没有呢 你说没有啦 你看每一只科学 这个又是我们错误的假设 永远都说几百万年 几百万年 圣经只有六千年历史 根本out 所以不用看圣经 我们比较喜欢科学 No 我们看看呢 实际上他们的时间 到底对不对 还是一个怀疑 这样算法是自己算出来的 那我们看看呢 最近呢 他们有发现了 有证据证明呢 恐龙没有获得那么残久 那么在哪里证据呢 很惊讶的 他们在研究一种叫三角龙 他们在里面呢 这个三角龙挂护起来 是六千八百万年 他们竟然在里面 找到那个弹性的 这个血管 Spring T 就是有弹弓这样的那种血管 死了六千八百万年 还有弹性的那种 这个血管在里面的话 不可思议嘛 对不对 不可能呢 对不对 只有说这个恐龙比较年轻 现在的里面 还没有完全被磁化 还在里面 不可能呢 是几千千万年 这样来算的 那么这些呢 科学已经证明出来了 更惊讶的 他们在那个T-REC 就是霸王龙 小朋友很喜欢 T-REC 因为很凶 那么T-REC 骨骼里面呢 还找到红细胞 血亮亮的 血通通的 吓死人了 六千八百万年 还有血的里面 这个不合逻辑 不合科学了 所以 Mary Sea Weiser 这个古代生物研究家 他自己呢 有很深很深的体会 看看他跟我们说的一番话 现在呢 我们看下面的这个短片 我们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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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小小块 去止止 这些 这些 放在水中 放在水中 它是在水中 它是湿 我们知道 我们有什么 很不可能 有什么 它 appears 是确实 是有脑膠 在骨骼 他们看起来 骨骼的 骨骼的 他们更加 更加 驹驻 到 跑了 血绸 他们 and they were pretty incredible and I said I don't believe it that's not possible we need to do it again and again it's one of those just goosebump inducing scientific moments that's all I can say and they don't really happen very often Blood vessels should not exist in fossilized bone many scientists believe organic molecules can't last more than a hundred thousand years yet Schweitzer's bone is 68 million years old I think the presence of soft tissues and cells indicates there's a process going on that we didn't have a clue about so I think it means that we have to kind of rethink the whole chemical process of making a bone turn into a fossil 我看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他说也许这个时候是时候重新的思考 Rething Rething Open-minded 不要只得坚持你的看法 It's time for us to rethink 是他最后的一句话 那么洪水后恐龙有存留吗 其实我们从很多的古迹里面可以看到的 其次还有这些雕像 比如说在我们的柬埔寨 一个庙的外面 这个石头上面 竟然有这样的动物 在那个里面 他们怎么会想出这样的动物呢 你看到这个动物 其实就是跟恐龙很相像 那么这个庙才1100多年前 所以可见 他们有恐龙的这个概念 还有我们也在 我们人类有过的地方的痕迹 石洞里面 他们竟然画出这样的动物 我相信也不是显现的 那么确实那个时候 还有少许的恐龙 是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 还有很多 我没有今天因为时间缘故 我没有给他看这个题目 这个东西 那我们讲一讲 就是说恐龙到底是怎么样灭种的 到后来 那你知道呢 因为人类的犯罪 所以神的惩罚人类 然后神也惩罚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就知道 肯定这一场的洪水 不是陨石 是洪水 也带来了我们地球气候的变化 那是确定的 那么改变了 因为我们看到 人类也改变了 连人类都改变了 我们看见在洪水之前 我们可以算出的平均年龄 是912岁 但是洪水以后 年龄立刻掉下来 那么大概400岁 甚至到100岁 到摩西的时候 大概120岁罢了 所以明显的洪水带来了 确实科学家其中一个说 恐龙灭绝是因为气候的改变 是没有错的 但是他们把他的原因归给陨石 跟这个大小行星 我们的原因归给洪水 改变了这个世界的气候水 这些庞大的动物 他们的年龄不但减少 那么他们会面对灭种的拮据 因为到后来 今天我们也跌下来了 我们一生的年日 是70强壮 可以到80 马来西亚平均 总加完起来 70跟71 这个71岁 好像女生活多一点 男生比较早死 所以这个是我们目前的 这个年龄 所以我们知道 除了洪水变化以外 人类的捕捉 因为这些恐龙太大之了 所以他们觉得很受威胁 很可能就会被他们捕捉 还有这么大的 如果我们能够杀死它 也是英雄 所以这样子 当然可能很多肉 所以这个很好吃 所以可能都被捕捉 结束了恐龙的这一代 所以因为圣经说 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 都必惊恐 惧怕你们 所以其实动物很怕我们 因为我们很会吃它们 所以恐龙就这样灭绝了 最后恐龙带给我们什么取敌 到底今天早上讲了这么多 恐龙给我们学了什么 所以这个图画很可爱 恐龙就拿一本圣经 今天恐龙要对我们说话了 都是你们的 都拿我死掉 所以恐龙又告我们 但是他还是笑笑的 因为我算不得什么 如果你能够得救的话 我就开心了 我这样幽默地跟大家说 圣经有告诉我们 为什么万物受苦 万物在贪戏 圣经已经讲过了 人类犯罪之后 其实动物是很惨的 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 一同贪戏 老苦至到今日 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二节 所以我们明白 有些动物已经灭绝了 包括恐龙在内 搞不好有一天还有一只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 这是人类的问题 所以我们知道 终局就是他们灭绝了 从我们今天能够找到的资料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因为罪的公家乃是死 唯有神的恩赐 在我们的主基督 耶稣里面乃是永生 罪带来地球性的咒诅 也带来人类咒诅 也带来万物的咒诅 所以问题是在于罪 罪必须要解决 所以上帝早就已经 布下了一个回头的路 让人离开罪 来改变我们的环境 当然这个环境最终 也要重新地被整合过 神给我们一个新天新地 完全地在同一本 基数翻周的这本书里面的圣经 这么样地教导我们 所以耶稣怎么解决呢 祂就是为我们的罪 钉死在十字架上 这样我们因为祂的宝血 因为祂为我们牺牲自己 取代我们的牺牲 我们罪被赦免 那么这就是神定我们 最大的爱 而神把礼拜堂存在 这个世界上 把十字架挂在建筑上面 告诉我们说 回家吧 这就是你们的出路 那么神在整个历史的走廊里面 不断地呼喊我们 要我们回到祂的身边 所以圣经里面已经很清楚 很清楚告诉我们说 你们得救是本福恩 那么也应作信 你们是可以得救的 得救不是靠你自己努力的 你必须要靠我 你必须要相信我 因为相信 我就把永恒的生命赐给你 那么再不受 那么罪所带来的咒诅 今天早上 我相信你在这个荧幕上 或许你在礼拜堂这里 并不是偶然的 上帝的声音 早在你的耳中 在你的心里面回响着 要我们回响归向祂 这些恐龙所有的东西 只有一个指标 指向告诉我们归向神 因此圣经里面 有一句话提醒我们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我们太用自己的想法来想东西了 我们不要再去 去依靠自己的聪明 在我们一切所行的四三 都要认定祂 因为祂是那个创造者 祂是那个智慧者 祂必指引我们走向真路 许多基督徒 已经做上了这个伟大的选择 也能够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是淡淡定定的 放放兴兴的 来面对永恒 因为上帝已经为祂做了准备 而所有应许都记载在圣经里面 今天如果这位神 邀请你 接受祂成为你的救主 你愿意吗 你要吗 如果要 请跟我一起做以下的祷告 代表你的祷告 我说一句 你说一句 我们一起低头 我们祷告 亲爱的天父 让我不要只活在自己的假设 或别人的假设中 求你今天 开我的心眼 看见真理 认识你 勇敢地承认 你是创造的主宰 伟大的上帝 求你赦免我 远离你的罪 让我选择相信你 相信 耶稣透过钉十字架 赦免我一切的过分 赐我永生 我今天 愿意归向你 诚心接受你 成为我心中的救主 更是专心地仰赖你 在一切的世上 都能够认定你 求你垂听 我内心的祷告 当大家严肃地 闭着眼睛 向神祷告的时候 我盼望你 对神有一个表示 代表你内心里面的信心 就是在 你的座位上 举起你的手 表示你有这样的一个祷告 愿意相信上帝 请你轻轻 这时候举起你的手 上帝看见 无论叫何方 上帝会把永生 赐给你 我看见了 还有没有 有吗 举起手 我看见了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上帝看见 感谢主 我看见了 你在家里 你举手 上帝看见 勇敢 今天你需要 这份的勇气 上帝的救恩 就在你的心门外 等待你 耶稣 要成为你的救主 不要再被 对手捆绑 我们相信他吧 有这样的人 轻轻拒起你的手 放下 我看见了 我要为你祷告 有吗 天父帮助你 家里的上帝看见 你举手 神会听你的祷告 我们求神 与我们同在 我们继续祷告 亲爱天父 举手的人 你都看见了 没有举手 心中相信的 你也都看见了 今天 按照你所允许的 让这些人 能够有救恩的确据 你改变他们的一生 祝福他们的一生 我们感谢你 如此感谢祷告 奉耶稣基督名求的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